回到新闻时间 东铁线去年杀停转用新信号系统 港铁表示期望今个季度之内 新系统可以投入服务 港铁去到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 回报沙中线工程进展 东铁线去年9月 转用新信号系统前一天 发现列车可能入错线 决定杀停新系统 港铁说正是做技术调查 完成飞行车时间的测试之后 会公布调查报告 期望获政府批准 今季内安排新信号系统投入服务 到时东铁线的12卡列车 会陆续由9卡列车取代 至于红磡至今中的过海段 能不能够如期在明年第一季通车 港铁就说充满挑战 会调配工序安排同步施工 并且增加人手再评估通车时间